10号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安全漏洞事件正式展开调查 这安全漏洞已经导致超过11万名苹果平板电脑iPad用户泄露隐私 这些用户当中不乏美国政要和企业高管 就连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名列其中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贾森帕克当天说 联邦调查局已就该事件展开调查 针对这一消息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没有发表评论 泄露事件的肇事者一个黑客小组9号宣布 他们利用电话电报公司网站的安全漏洞 获得了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纽约市长在内的 11万4000个苹果平板电脑用户的电子邮箱地址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已承认 这家电信运营商向苹果平板电脑提供无线网络服务的网站存在安全漏洞 导致用户电邮地址等隐私泄露 为此向用户道歉 并声明已修补网站漏洞 承诺通知所有电邮地址等隐私可能遭泄露的客户 目前苹果公司还没有就这一事件做出回应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苹果公司 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 在美国独家网络运营商 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 电话电报公司试图把这起隐私泄露事件的严重性降到最低 但这起事件有可能会成为一起公关丑闻 影响电话电报公司和苹果公司的合作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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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宜 夜 试图 订阅 惡戅 试图 侧图 团呈 碰曲 不放灯,草挾蒲除了